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里也没多少积蓄 老公家里也拿不出钱付首付 我爸曾提出他来付首付 但是被我老公拒绝了 他说他想凭自己努力买房 最好婚房就选在了老公农村家里的婉房里 我父母第一次看了他家瓦房 前却不同意做婚房 后来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只能答应了 其实瓦房看着外面很破 但是里面装修一下 和先方没什么区别 02 结婚的时候我请了年假 加上婚假婚后还可以玩半个月 而老公那个部门很忙 婚后第二天他就匆匆上班去了 我一个人也不想出去玩 最后决定留在这半个月就留在婆家好好休息半个月 早上我还在睡觉 就听见婆婆起床作伴的声音了 我平时在我家喜欢睡懒觉 爸妈做好饭觉 我我都要磨蹭一会再起 但现在毕竟是在婆家 我也就不好意思再睡了 准备 起床帮婆婆一起做饭 当我出现在婆婆面前时 婆婆说 你怎么起这么早 然后略微质疑了一下 脸上不好意思的又说 是不是我做饭声音吵到你了 我笑着回答 没有 是我睡不着了 我来帮您做饭 婆婆赶忙说 不用 我和你公公吃下地干活 所以这么早做饭 你再去水会吧 我到时把饭给你留在锅里 你起来吃就是了 不用 一个温度 升并不轻转 五十六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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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